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23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節就是國情新聞 這一節要說的是習近平 習近平 很久沒有忽然之間出來發表講話 他不出來 一出來 就是要找話題 忽然之間 習近平 就是視像方式 出席 這個叫做金磚國家 工商論壇的開幕 儀式 習近平講話 就是提及到 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 他 不敢徹徹底底站在俄羅斯那邊 因為中國大陸 害怕遭受 全世界制裁 這個時候習近平在金磚國家 工商論壇裏面 借地 幫俄羅斯 說話 說這個烏克蘭危機 是為世人 敲響警鐘 說了一件事 叫做制裁 將會 選人 害己 說制裁 是匯力標 這件事就很好笑了 因為你說制裁 實際上中國大陸 自己也有制裁 就是西方的議員 很多不同的國家 歐盟的議員 英國的議員 美國的議員 都是在中國大陸 所謂制裁的名單裏面 自己一方面 就是去制裁人 另一方面 就說制裁是匯力標 是雙人劍 會傷害到別人 又會傷害自己 真是好笑了 有時習近平 發表講話 想 引起大家的注意 我還站在俄羅斯的那一邊 權力在我手 想要出來 就是顯示這件事 但是說出來的話題 講稿也有問題 我們繼續分析習近平 最新講話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裡誠意邀請 各位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 希望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也邀請所有的聽眾 新聽眾 舊聽眾 又或者 剛好走過聽這節的聽眾 希望大家一起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本台繼續廣播 方法很簡單 只要打開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加手動點擊 再加上無限大發 那就OK了 換句話說 其實你甚麼都不用做 打開節目清單 在旁邊的視窗 播放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幫手 有時間 就可以手動點擊廣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國家主席習近平 出來發表重要講話 他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 集團政治 陣營對抗 到最後 導致戰爭 衝突 好像在說他們自己 拉幫結派 搞集團 搞團團火火 最嚴重的 就不是就是你一群 邪惡俗心國家嗎 北韓 伊朗 俄羅斯 中國大陸 他們自己也知道了 搞陣營對抗 到最後 製造危機 製造危機的正經就是你們 美國跟他的盟友 很簡單 就是因為有你們的存在 才會出現美國陣營 不過你也不需要擔心 法國跟你那麼朋友 法國 一直都站在 俄羅斯那邊 幾乎等於 但是沒有辦法 法國基本上是民主政府 你很難 叫西方世界 將一個民主國家 從他們踢出去 而且我早前也說過了 馬克龍那種政客的作風 就是他表面上說的話 沒有什麼問題 實際上的實質效果 每一件事 都在幫助俄羅斯 在習近平的眼中 他繼續鎖定美國 他不點名批評 但是說的是美國 說美國 施以制裁別人 也就是想跟別國脫歐 脫歐就是跟自己 因為 美國一直 在打著所謂的貿易戰 由特朗普的年代 一直都針對著 中國大陸 再到了 後來 還有俄羅斯 侵襲烏克蘭 然後 俄羅斯 就是 受到整個世界制裁 所以他這個說法其實是有問題 但是他也深深知道 所謂西方世界 最主要的大腦 無論怎麼說 都一定是美國的了 美國 也鎖定了 習近平 治下的中國大陸 就是他的敵人 不單止是競爭對手那麼簡單 所以 習近平這個人 他沒有辦法擺脫到 就是共產主義 那一種 就是教育 在他的心目中 他一直都覺得 俄羅斯 無論普京 多麼糊塗也好 都是 社會主義陣營的大佬 共產主義陣營的大佬 所以 他無論如何都覺得 最大的敵人 就是美帝 所以他無論如何都好 不會願意 跟美國妥協 雖然 中共 裏面有大量的人其實很想 跟美國恢復 經貿關係 因為 當中 牽涉極巨大的利益 他們也不覺得 有必要 要將美國 成為徹底的敵人 但是 習近平就不是這樣想 習近平自己 相信了 就是中共 自己製造出來的大內宣 一直 鎖定 就是美國是敵人 一個中國夢的崛起 又要建軍 又要整航空母艦 一直以來 他鎖定的目標 和敵人 都仍然認為是美國 只不過 一場武漢肺炎 一場防疫 再加上 就是貿易戰 再加上 香港的時代革命 忽然之間 他發現 當全世界 尤其是西方陣營 團結 圍堵 中共和俄羅斯的時候 他這個時候 才客延發現 原來他正在發的那個中國夢 那個中國崛起 什麼偉大騰飛的夢 甚至乎 用航空母艦 征服了附近的世界 以及南海 突破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甚至乎到了美國門口 要威脅美國 這個就是習近平的夢 這個夢 他忽然之間 覺得 發不下去 所以 其實 習近平相當之不高興 他不高興的時候 就是要盲幹 要對著國家 因為 國家的人民反抗不了 對著人民就是盲幹 這是內地的人民 對習近平的評論 做不到的時候 就亂來 結果 越搞越亂 經濟給你搞亂 防疫在貪污 習近平辛辛苦苦建立回來的 在這個 內地人心目中的地位 基本上徹底 由他自己 一手打破 我們嘗試一下 再去看看習近平 習近平在這個金磚國家工商論壇 裡面 開幕儀式支持 說這個世界 百年變局 疫情互相交織 然後 挑戰 層出不窮 說到俄烏戰爭 他繼續 譴責美國 說這個 就是搞霸權主義 集團政治 陣營對抗 導致 世界不和平 導致戰爭 衝突 徹徹底底 將這個 俄羅斯侵略人家國家 侵略人家領土 這件事完全丟到後面 這個 就是中國大陸 這個就是中共 俄羅斯 永遠千錯萬錯 都是別人的錯 當然他們繼續攻擊的 其實說的還是 北洋 但是 烏克蘭 所以說要加入北約的最根本原因 實際上也是來自 俄羅斯的威脅 到最後 你說要加入的時候 就成為了真正 出兵的理由 到最後 真真正正 烏克蘭要加入北約的原因 正正就是你俄羅斯 現在 亞洲這一邊的情況也是一樣 解放軍 繼續 持著有第三隻 所謂航空母艦 福建號 繼續向著周邊的國家挑釁 不單止 威脅台灣 實際上也威脅日本 日本 對於最近中國大陸的動作 其實是相當之防範 現在中國大陸的局勢 就是處於一個很微妙的情況 習近平 大大力高高舉起鷹派的路線 看回習近平整篇完整的廣告 說了幾個所謂他覺得是重點的事 第一件事叫做我們要團結合作 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第二件事 叫做守望相助 說要共同促進 全球 可持續發展 這也是 習近平一直所說的 其實他一直 暗地裏希望美國 不要 那麼多 掣肘對著中國大陸 但是中國大陸 無論是人權問題 香港問題 新疆問題 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過關的 第三點 說要同舟共濟 共同實現 合作共贏 第四點 說到包容並促 共同擴大 開放融合 其實實際上他每一樣東西 都告訴大家 他都知道似乎是鬥不過美國 但是 美國對中國大陸 施加的限制 實在是太多了 他沒有辦法去跳過 只能夠 就說這個 挑釁的是你 挑釁的是美國 霸權的是美國 換句話說 這個 好像是一個 無力的指控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之下 只能夠 對美國 進行所謂的譴責 如果細心想想習近平發表這個演說 你說他是強硬 又不見得非常強硬 但是你說他對著美國 是不甘心 這件事情表露無謂 如果從那個 演說 那個內容去推測 的確你又看不到 習近平 對著美國 有甚麼打算強硬的還擊 說每一樣東西 四五個所謂的重點 說來說去 就是說要 共同合作 實現 新型的國家 新型的國際關係 各方面 要公平正義和合作共贏 每一樣東西 你看不到 就是有對美國 一個 很重大的反擊 坦白說 如果按照這一篇 演講 如果你說真是 要去規探習近平在想甚麼 我相信 演講如果真正 有看過那份稿 真正 看完了 拍板就是這份稿的話 我們 亦都可以 做些判斷 我們認為他 現在可能真的失去了 我們一直以來對他那種理解 那種僑雄 霸氣 其實他好像失去了 他那種 不理三七 二十一 跟你拼命 拼到底 那種感覺 那種氣場 好像現在消失了 所以 很無奈地 作為 支持習近平 攬炒到底的我 我認為習近平 如果這篇演講真的反映了他 現在的思考模式的話 他 似乎放棄了 就是要進地一步 要搏到底 那種霸氣 似乎已經失去了 我亦都 很希望我看錯了 如果我看錯的話 他還有其他後著 真的會反擊的話 這個就是最好 不過不要緊啦 我們亦都會 繼續緊貼著 繼續 跟大家看一下到底中國 中南海的鬥爭會是甚麼情況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